嗨,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 我们的Artstation的桌子该怎么布置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请你们准备一个桌布 像这样子你可以用旧的窗帘 curtain或者是 pretty much就是有什么布就都可以 然后像这个是洗菜的 还有装肉的 你把它用肥皂洗干净 就可以拿来当那个paint的盘子 然后请你们准备一个像这样子的glass 不一定是要glass 但是就是有点重量 让小朋友洗笔的时候不会翻倒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请他们把笔洗干净的时候 需要这样搓搓搓 那怕他们会倒 所以我们避免就是不想要的事情发生 那个瓶子不需要太高 因为要矮矮的 因为怕他们洗臂的时候会那个翻倒 然后最好是有点像玻璃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是最好的 接下来就是布 那随便拿一块布 最好是有就是比较干净一点 可以看得到paint到底有没有洗干净 就是要看一下那个笔有没有洗干净 然后你可以拿一个basket 把所有的画画用品全部都放在里面 这样子下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就知道说去哪里拿东西出来 然后就是像这个布邀请爸爸妈妈帮他洗干净 然后你可以就是小小的布可以拿起来晒 到时候就是也是晒在这个basket 所以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 这样子小朋友不会到时候乱丢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project是画蛋 所以如果你有像这种egg container 这是我儿子画的 这是我画 然后你可以拿来到时候放那个蛋 让它不会滑来滑去的 那桌子的布就是尽量可以用厚一点的 这样子小朋友他们手脏的时候可以在桌子上擦 他们很习惯就是东西就是往桌上擦 所以你可以保护一下你桌边的东西 不会被弄脏 那就请爸爸妈妈帮他们准备这些东西 非常谢谢你 拜拜 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吹风机 吹风机如果家里允许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在桌子的旁边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吹的动作 就可以不用让小朋友跑来跑去 那如果家里桌子旁边刚好没有一个 一个plug的话 那可以试看看延长线也可以 或者是你就必须要去设置一个drying station 像我家的话就是在之前是在那一边 但是我是在这里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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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